就是这篇网络报道 标题说蔡总统想把故宫宝物转移出国 内文写道 蔡英文在为当前台海情势做最坏打算 准备将馆藏的70万件藏品中 价值最高的9万件藏品转移出国 目的地很可能是美国和日本 文莫还说 珍贵藏品转移出国就很难要回 痛骂总统是历史罪人 愧对祖宗的不孝子孙 故宫则火速澄清 把两篇问题报道都截图 提醒国人不要听信 更不要转传假消息 故宫副院长也亲自出面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提出所谓的要一致的方案 尤其是一致到国外 这没有 话说的明白 没有预战争要搬迁的计划 副院长更强调 故宫典藏69万件 渐渐都是精品 不知道价值最高9万件藏品 这个数字哪来的 在战争的时候 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个风险 当然在故宫里面 来保护我们的文物 基本上在环境上 或是库房 这就是一个结佳的一个地点 1965年 在台北复院的时候 很多问题都考虑过 台北故宫也坐落在 安山沿盘上面 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文物不要动最好 故宫除了展厅本身 后头有库房 早就不是秘密 只是这个红色大门后头 山洞库房被视为机密 实际到底多兼顾 真正参访过的人并不多 尽管故宫曾做过反恐 和防灾疏散演练 副院长强调 不会像当年日本清华 国共内战时 从北京到上海 再到南京 长沙 贵阳 重庆 最后来到台湾 这般波折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以前跟现在 很多环境都改变了 不会像以前那样 时空背景不同 做法也会不同 故宫表示 相关资料不会对外公开 但会尽快送到立法院 TVB上期观众张伟隐希 台表达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